大家好,秋季天气是非常干燥的 而君子兰又是一个喜欢湿润的生长环境 所以在秋季我们经常要给君子兰的喷洒水雾来增加湿度 但是在喷洒水雾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两个要点 首先第一点就是如果你的君子兰是小苗 那么我们可以在一个通风环境比较好的情况下呢 给它经常喷洒水雾不要紧 但是如果你的君子兰这个时候呢 正在长花溅或者是它准备要长花溅或已经在开花了 那么我们在喷洒水雾的时候就一定要注意 不要像君子兰的叶片喷水 而是像君子兰盆土周围来喷水 因为如果你像叶片喷水啊 这个水呢很容易流入叶芯里面 而君子兰它要开花 它底部的这个叶芯的话呢会扩大 这样很容易造成叶芯积水腐烂 也会造成花溅腐烂 所以这是第一个要点 第二点呢就是看养护环境的透气性 如果养护环境透气性比较好 那么我们可以直接喷 可以喷了之后啊 这个水分呢能够很快的生发出去 不容易导致叶芯腐烂 但是如果通风环境不好 我们最好就是往盆土周围来喷就可以了 其实我们最好的方法呢就是 在这个盆土周围啊增加这个水的面积 这样的话呢也可以起来有效的蒸湿效果 又不会造成叶芯腐烂 我们除了要注意好这两点之外呀 我们选择的喷壶也是很关键的 这个喷壶的雾化效果一定要好 不能够喷洒的是水 而是要雾 这样的话呢也能够有效避免这个叶芯积水 好了本期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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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